大家好,我是科技盈盈,一个有锐度的科技领域小行家。 华为,专题,迟早是要倒闭的。 听到这句话,华粉们估计要揍我了。 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呀。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自己说的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手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人比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。 可以一天不带钱包。可以少吃一顿饭。 但是手机不能离手。如果上班时发现自己没有带手机,肯定会回家取手机的。 特别是电子支付的广泛应用后,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。 作为一个生活的必需品,人们对手机的选择也越来越重视。 对于手机的选择无非就是对手机品牌的选择了。 现在国内前三大手机生产商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。 分别是华为、苹果和三星。 开始时是苹果占据着市场的领导地位。 随着华为手机的发力, 以及苹果手机三星手机的自身战略出现问题。 出现了华为手机领跑国内手机市场的局面。 在这个时候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却说华为倒闭是迟早的事。 这是为什么呢? 是怎么回事呢? 现在不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, 华为都处于上升期。 虽然在武器争夺战中, 由于美国政府的加持, 华为败给了美国的高通。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高通赢得多么轻松。 两家争夺得非常惨烈。 高通甚至将自己多年的老本儿差点全都交了出来。 因此华为还是非常有实力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家公司。 从哪一个方面来讲? 华为都是不可能倒闭的。 随后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也给出了他这样说的原因。 在任正非看来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单位。 和人是一样的。 公司的发展和人的生老病死没有什么区别。 只不过是公司和人的周期不太一样。 这取决于公司的运行态度和运营策略。 华为当然也是逃脱不了规则的束缚。 所以他说华为的倒闭是必然的。 说到这儿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。 任总这样说的意图更多的是为了提醒公司的员工吧。 要有危机意识。 提高警备意识。 要明白竞争是残酷的。 商场上的公司之间的竞争更是白热化。 华为有着十几万的员工。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员工。 让员工内心深处时刻有危机意识。 忧患意识。 这才是在丛林法则中的生存的关键。 在华为之前。 比如说诺基。 摩托罗拉在当时可谓是风光无限。 一时无二。 但就是这么强盛的公司。 也没有能摆脱倒闭或被兼并的命运。 通过看这家这些公司的发展历程。 就更能理解任正非这么说的原因了。 公司的发展和强大。 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的支持。 但保持长盛不衰。 长盛不败。 最终靠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竞争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